第三回合資格賽 各位已經看到了 土地公 土地婆都出來了 這兩次公母有看 你有看過嗎 最資深的都出去了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英國女王 不行 那麼衝動 我們認識的只有她吧 搞不好別人啊 燕磊 急什麼的 看 他們的孩子 年輕的不懂 你撥開一個提示會死嗎 你不知道提示要交叉比對 如果剛剛有人為那事就談了 但這個人做不到這個人 你知道嗎 就是 不能衝動 我們剛剛說成熟女人 有什麼特徵 陳穩 不夠成熟 葉莉 答案是 現任的英國女王 其實還真忘記名字了 所以是 心裡想說 盧葉莉 妳的答案是 六個字啊 你看 妳要對妳的衝動付出代價 對 伊莉莎白 好 伊莉莎白 伊莉莎白答對名 第二題是請看十秒 方怡 我知道答案 後悔了吧 我也知道了 我也知道了 四個字 來 冷靜 冷靜 他不見得會 以前香港啟德機場的地標 落地以前 捏一個海港太漂亮了 維多利亞 答對 恭喜答對 謝謝 謝謝 來 請你方怡在九個攻略賽 請就位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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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怡同學 對 聽說妳在新加坡出生的 對 我新加坡出生 因為我爸爸是新加坡人 所以新加坡人 他講話就比較會特別一點 還好 就有南洋腔啦 我中文現在不太會了 但是我英文可以 我英文有三個不同的強調 有Singlish 然後美式英文跟英式英文 你要聽哪一個 我可以聽一下 你好 我可以先聽一下 新加坡的Singlish 為什麼你不想說 我可以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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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早上 給我電話號碼 OK喔 他們的英文 好特別喔 他們 他們其實有福建牆 他的英文是有福建牆 跟英國牆在裡面 對 就是歪掉的英國牆 對不對 對 來 看一下他第一次來 三分鐘打體時間非常的短 所以思考時間大概都在 必須在二十秒以內 好 否則的話你會後悔 OK 來 請公布大概九個 顧慮賽題請 三分鐘要面對的客座話題目 跟你的生活習慣有關 穿搭撩南法 撩南是幾次 其實你懂穿搭 然後畫眉流星史 你很早就學會化妝 星座赴黑學 你非常痴迷 研究星座這件事情 對 所以待會兒可以 跟文人姐聊一聊 新加坡國歌鈔票 因為就在那兒誕生的 馬來西亞榴槤隔壁國家 常常去 尤其是二零一九年 就去過一次 對 德國傳統糕點 非常喜歡在你的新專案裡面 分享的不同的旅遊經驗 德國就是你的 非常重點的地方 對 台灣鬼壓床 你聽說有個專欄 聊到了整邊床邊故事裡面 就跟林茵有關 對 尤函伴手禮 二零一九年就去了韓國 是 從哪裡開始 從我最愛吃的榴槤 把榴槤 準備 請出題 大家都只吃榴槤臼 然後把殼就丟掉了 請問榴槤的殼有什麼功效呢 A 護膚 B 除腳臭 B 去腳趾 我的答案是A 護膚 請手提 有猜嗎 還是 妳真的知道 我好像有聽過人家說 可以把榴槤的殼拿去煮 然後就是它裡面白白的那個 肉的部分 就是可以拿來護膚 因為它的肉上火 它的殼其實是涼的 因為其實我們吃完 我們也會拿那個殼 然後再喝水 涼的拿來鎮靜肌膚是有 就跟絲瓜露一樣 就跟蘆蕙的概念一樣 這樣講滿有道理的 對 要不然想說榴槤殼拿來護膚 那應該整個毀容了吧 不是拿外面那一層 對 護膚 請揭曉 好 榴槤殼是水果之王 透視它也是一種很奇妙的水果 我們都知道榴槤的果肉 聞起來有些人會覺得怕怕得很臭 然後吃了以後也容易上火 但是事實上 它的這個靠近殼的部分 不是有這個白色的部分 這個叫白嚷 這個白嚷的部分 它吃了反而能夠降火 而且還能夠補氣 補血 液氣 所以你其實是可以把它切下來 然後切成塊狀以後 跟玉米 排骨拿去煮湯 煮成的這個湯 其實沒有榴槤果肉的味道 非常的清甜好喝 同時還可以幫助我們身體的血液循環 另外還有一個滿神奇的是 你如果拿這個白嚷的部分 去裝水 喝到這個嘴巴裡面去漱口的話 它有除臭的功效 所以如果你吃了榴槤 覺得嘴巴很臭 拿它那個外面的殼 去裝了水去漱口 也是有功效的 那另外一個 它就是拿來泡澡用 可以幫助我們的皮膚病的緩解 那這個泡澡的方式 也是把它先汆燙之後 丟到浴缸裡面 一起來浸泡 那這個白嚷的部分 它其實也沒有流連的臭味 是有一種淡淡的幽香 泡完之後身體也會香香的 可是很奇妙的是 你如果你拿一般的這個 浴巾來擦身體的時候 它會變得黃黃的 而且是完全洗不掉 所以建議大家 拿舊毛巾來擦身體 是比較合適 第二題請選擇 第二題 那就選擇我的家鄉 新加坡 國鈔票 請鎖定 新加坡幣中多少幣值的指令上 印有新加坡的國歌 A 50元 B 100元 C 1000元 我的答案是C 1000元 請鎖定 它上面有國歌 我猜 因為我覺得 新加坡那麼重視國歌這件事情 那應該會在最大面值的 就是紙槽上面放 無論是用浮水印 或者是直接 如果要重視國歌電腦 應該在流通最多的幣值上 你知道他覺得就是 代表一個 我們的國家很有錢的概念 1000元上面有新加坡國歌 請介紹 所以 一萬在巷子口了 台灣鬼壓床好了 什麼 被壓過 很常被壓 鬼 被鬼壓 不然呢 台灣鬼壓床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B 海帶 請鎖定 為什麼 因為有聽人家說過 好像是海帶有太多 鈉還是什麼之類在裡面 甲粒子 對 甲粒子還是什麼之類的 電 電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那有可能這個是造成 就是身體會抽 抽絮或什麼 然後就覺得說 像是鬼壓床病概念 請介紹 恭喜 一萬元 一萬元智慧心病啊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有鬼壓床的感覺 是低鞋甲的一種症狀表現 因為當我們的鞋甲濃度太低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四肢非常的無力 但是意識很清楚 這個時候很多人就會誤以為 自己是鬼壓床了 那所以在飲食上面 我們要有提醒大家 特別注意一些事項 比如說不要太大量的來攝取 海帶等物質 因為其實它也會容易造成 我們的甲胸腺比較抗靜 那因此也比較容易 會有這樣類似 鬼壓床的症狀出現 還有在也接近晚上的時候 不要攝取太多的糖類 高糖的或澱粉 因為吃太多的話 也會讓我們的胰島素 大量分泌 同樣會有類似的症狀出現 第四例請選擇 我選星座 附胃血 星座附胃血 請出題 之前網友票選 最狡猾心肌最重的星座 第一名是天蠍座 那第二名是什麼星座咧 A 雙子座 B 雙魚座 C 摩羯座 我的答案是 C 摩羯座 被鎖定 多半直觀會選A或B 對不對 但選C我覺得很厲害 原因是 原因是因為我看了A 我覺得雙子座 他們的確有小聰明 但是不至於到非常心機 他們的小聰明是非常直接的 OK 然後B的話雙魚座 他們其實就是 活在自己的浪漫世界裡 他的確會有小心機 但是他並不是會到 就是最狡猾 最心機的 反而是C我覺得 他們就是那種 台語講 嗲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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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嗲 對 他們就是看起來很安靜 就是這個意思 對 其實他們根本就是超 就是臣服非常深的 請介紹 正確答案就是雙子座 我們要先告訴大家 這個最假花心機最重 第一名是天蠍座 大家應該都不太會有太多的意見 因為一直以來星座說 都把KC座說得好像就是 還滿愛恨分明 甚至比較容易會記仇 所以當然你惹到他 他會把你搞一下也不意外 那第二名是雙子座的原因 是因為雙子座通常都很舌燦蓮花 他們非常的會講話 所以一旦激怒他的話 要對他來說說謊 是一件超級容易的事情 他隨時隨地都可以說謊 所以當然很容易 心機就會比較重一些 第三名是金牛座 我們都會覺得說金牛座 他的個性就是比較小心謹慎 所以他的外表看起來 好像很無害 但事實上骨子裡 精打細算的咧 來 送個禮物給他 我們要送給芳藝的是 雅諾娜運動版 杭泰框30吋避震輪旅行箱 這裡頭可以收納 大鞋盒跟電氣包裝 而且還有最新的彈簧避震輪 和專利的全購式TSA海關密碼索 他手上桿立體拉斯紋防刮耐膜 前置掛鉤設計 可以隨速地來掛我們的隨身包 還有三層貼合輪拖強化 非常的耐用 希望你喜歡 我非常喜歡 剛好我這個又要出擊了 好了 芳靜姐我們在終極懲罰 非常 三隻小豬 妳 是 答對了 所以這一下拿掉了 因為妳剛剛答對了 OK 妳 剛剛答對了 因為我們不用再答 所以這個 這個只要帶著就好 妳不用打 好 OK 妳有兩下 妳有一下 妳要帶他受過對不對 對 OK 妳就三下 甚至幫他加倍都可以 打手嗎 還是拉臉 拉豬鼻子 妳沒當過豬頭 他超有美絕傾向 鼻子 拉到這裡 我指尖處 自己拉 拉我指 拉這個鼻子 要多長 拉到我指尖處 我這麼長喔 再來 好像這樣太長了吧 承哥幫你拉 你不能拉到台中 然後在新竹放回來嗎 我剛剛有點心軟 對 自己自己下不了手 承哥幫你拉 我來 在這裡 好痛耶 你們超過幾間很多耶 要幫他戴一下對不對 對 這樣子喔 去哪裡 好痛喔 用餅乾都不會痛啊 真的會痛喔 今天 恭喜三萬朋友今天呢 都沒有空手而回 滿載人歸還不錯 我們這樣呢 姿色要靠自己保養 沒有錯 但是我們的智慧 就讓全民侵略 幫你隨時補充 別忘了 每個禮拜的禮拜五 五二九點 通知頻道就是收看 全民新攻略 拜拜 謝謝 六月七月 在社會走調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 趕快來訂閱喔